见乡女又退了三步 再后就是大殿的门槛了 扶卵松开了张仪的脖颈 任尖不离其脖 张仪接连深吸了几口气 努力沉定下来 轻声说道 敢问侠女在下可以说话否 扶卵冷冷硬道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 还想再说一句 说吧 在下仍旧活着 说明侠女并不想取在下性命 侠女既不谋命 却又这般扼住在下脖子 岂不是太累了 在下有条腰带 带扣就在背后 侠女何不解开 将在下反绑起来呢 扶卵略略一争 觉得张仪讲的诗 所以出手解开她的腰带 张仪主动将手伸到背后 交叉扣在一起 任由她牢牢的扎腹 见她扎腰固 张仪方对通国和乡女道 大王 夫人 冤有头 债有主 侠女既然是冲在下来的 就与你二人无碍 出去吧 通国这也缓过神来了 忙将公仔移开 连试了几次 方才站了起来 难受的 呲牙咧嘴 看样子 她的腿脚 让胖内仔的庞大躯体 给压木了 扶卵几乎是命令 阿哥 你不能走 听到这声阿哥 通国脸色瞬间就白了 却又不敢不听吩咐 直得坐下来 乡女又退了一步 左脚跟顶在了门槛上 扶卵看出她 是想借力于门槛 以便月身 冷冷一笑 张夫人 你也想留在此地吗 乡女看向了张仪 听到扶卵叫通国的那声阿哥 张仪已经是恍然有误了 闭目有青 她对乡女道 夫人 听侠女的 出去吧 这里 没有你的事了 乡女退出门槛 但并没有走开 只在门槛外牢牢站定 两眼眯缝 始终不离扶卵 扶卵瞄了她一眼 看出已在安全线外了 不再多揪 走前几步 弯身捡起了乡女的宝剑 试了下剑锋 脱口赞道 好剑哪 张仪顺口夸她 侠女好眼力啊 这是西施剑 本是吴王夫差 赠予美后西施的 后为岳王吴江所得 转赐在下夫人了 扶卵也不搭话 拿剑走到了竹叶身边 缓缓跪下 将她扔在大睁的眼皮 轻轻合上 阿嫂 你一生事武 死于此剑之下 亦是直了 张仪长叹了一声 扶卵把西施剑 摆放在竹叶的怀里 缓缓站了起来 附回张仪身边 静静问道 你叹什么 为这位阿嫂而叹啊 扶卵的声音 依旧淡淡的 我的阿嫂 无需拟叹 在下张仪 敢问侠女尊姓大名 扶卵转到她前面 守势利刃 你的仇敌 八王敌女 扶卵 哦 仇敌 张仪故作惊恶 不解地扭头看她 在下愚钝 敢问公主 仇从何来呀 扶卵声音阴冷 几乎是一字一顿 准从何来 你自己清楚 张仪 盯住她的眼睛 良久做出了懵懂之状 在下愚痴 还请公主降师 扶卵 嘴角撇出冷笑 利刃指向了张仪 死到临头 还想抵赖 张仪 闭上眼睛 好吧 在下不抵赖 在下只想求问公主 能不能让在下死个明白 我这问你 我的父王在哪 我的几位阿哥又在哪 张仪方才已经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什么 早有主意了 因而坦然了许多 不无夸张地移出了一声 这些日来 他们一直和在下在一起呀 扶卵的刀刃 再次逼近了她的脖颈 你 骗人 张仪长叹一声 哎呀 公主啊 你让在下怎么解释才肯信呢 二十日前 在下与八王及诸八子 在江州相聚 之后就去浪中 前几日 又与在下一路赶奔属地 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扶卵眼睛大睁 愣睁有青 显然不信 将刀子 在她脖子上又紧了一紧 低声喝道 我不信 他们让你下了迷药 这晨光正被你 押在江州大牢里呢 他们被在下押在大牢 公主可是亲见 这 哎 公主啊 难道你一定要相信谣传 驱死我张仪吗 你的父王这晨光就在属地 难道公主 说到这 张仪顿住了话头 夸张地摇了头 扶卵大睁两眼 你 你此话当真 在下身为大秦相国 堂堂七尺男儿 还能蒙骗你一个弱女子不成 你的父王 前几日与在下同车附属 与属王商议巴蜀边界的划分 昨晚在下还与你的父王喝酒谈天来着 啊 那 父王何在 嗨 也是凑巧啊 金尘我俩就要登车入宫的时候 忽闻一桩骑士 你父王定要去看 在下拗不过他 只好让国卫司马措陪他去了 啊 是何骑士 说是附近人家养头母臀 前日产下一怪 长鼻子小眼睛 五条腿 近接胳膊粗细 今之两日 块头竟比母臀还大 有人说是大香呢 扶卵眼珠子连转了几下 有此其事 你为何不去 哎呀 在下鼻子眼全不信 母臀生相 这不是瞎扯吗 再说了 香 也只有四条腿啊 天底下 哪有五条腿的香啊 鼠人 擅长瞎鞭 在下上过几次当了 想到父王生性好奇 扶卵不由他心了 眼皮子眨巴了几下 那 那紫抽阿哥呢 原说要来的 临走的时候 让你父王留在浪中 说是让他准备 移都江州呢 其实此说 你立马请出我父王 不见父王 我是不会信你的 张仪 吩咐 吩咐 仍在门外的乡女 夫人哪 这晨光 八王想必 看过西齐了 你速去城外 有请八王 莫提在下和公主 只说蜀王 有请 乡女应了一声 正要走开 张仪又说 关上殿门 免得有人打扰 还有 传令莫将军 在八王驾到之前 任何人不得踏入宫门一步 为令者斩 乡女听出了话音了 大大咧咧的跨进了殿门 将两扇门拉上 虚虚掩起 不慌不忙地走下台阶 扬长而去 听得嘚嘚嘚的脚步声 渐去渐远 张仪长舒了一口气 看向了扶卵 在下实不明白 公主何以认定八王八子 被在下害了呢 扶卵硬道 语气 远没有前仙时肯定了 八人 全是这么讲的 他们还说 你们秦人 把八人勇士 全部射杀了 张仪苦笑了一声 看向了通博 这些谣传 大王信不 在下应大王和八王之妖出兵的 这般翻山越岭替人解围 做的全是赔本买卖 秦王起初是死活不肯 后见大王苦苦相求 是在下于心不忍 这才说服我王千里迢迢 赶来救援解难 不想 却又 哎 通博 也觉得对不住人了 转队扶卵 阿妹啊 想是谣传了 就阿哥 所知 相国不是那样的人呢 扶卵低下头去 张仪扎巴了几下嘴唇 显然是真渴了 公主啊 在下渴了 能赏口清水不 扶卵将湖里的水 倒出一盏 递他口边 张仪盯住扶卵 故作狐一道 不会有毒吧 扶卵白了他一眼 喝了一口 付地给他 张仪似是再无顾忌了 孤独几声 一气喝下 开始大谈 与通国紫抽二人 如何在咸阳相识 如何见下兄弟般的情谊 尤其是紫抽 为人如何爽直 如何讲义气 二人如何饮酒 酒后如何耍风 如何谈天说地 彼此无疑等等等等 扶卵听得感动 渐渐觉得自己误信误解了 张仪似又想起一事 看向了扶卵 公主 听人说 公主与大王 早年结有婚约 可有此事啊 听到婚约二字 扶卵面色羞红 勾下头去 张仪转向了通国 大王 有这事没 通国嗡出了两声 声音很小 几乎是嘟呢 那时我俩还小呢 在我们中原 这叫娃娃亲 所有殷亲中 娃娃亲最是难得 你俩这桩婚事啊 真正是天作之和呀 大王 你看这样如何 待八王赶到 由在下出面张罗 为你俩做个见证 让这桩好事情 有个圆满 见张仪大谈亲事 扶卵羞涩难当 心中一直吊着的 那根颈弦 就怦然裂断了 张仪再次恳请 公主 再请一杯水喝 扶卵对她笑了笑 将刀放在鸡岸上 为张仪倒完水 侍奉她喝完 又为通国斟满一杯 推到她面前 张仪伸下腿 做出苦涩状 哎呀 公主 在下这腿脚 坐得麻了 能否站起来 走动走动啊 扶卵点了点头 张仪吃力的 站了起来 伸展几下腿脚 一边走动 一边说话 活动几圈后 回到了岸边 冷不定发力 一脚扫飞着毒刀 向后猛撞扶卵 显然肯定门外有人 口中朗声叫出 服人 素来 张仪三个动作 一气呵成 扶卵猝不及防 被张仪撞了个结石 跌出了两步开外 几乎就是在同时啊 不知何时 已经学会 并悄悄守在门外的乡女 砰的一声 撞开了电门 飞身闪入 一个剪步 窜到了竹叶身边 伸手就捡起了 吸尸剑 正垫两侧 各树两根 核爆粗细的垫柱 因是毒刀 张仪在踢刀的时候 看准了刀柄 横脚扫出 毒刀侧飞 柄重刃轻 柄头先行 撞击在左侧靠里的 粗大楠木柱上 当的一声拐了个方向 转头直飞向两丈开外的扶鸾 刚好扎在扶鸾的腿肚子上 刀刃 运过剧毒啊 剑血必死啊 但扶鸾早已经看破了生死 全然不顾 猛力拔出毒刀 一个鲤鱼打挺上站了起来 大叫了一声 奸贼 看刀 嗖的一声就指向了张仪 张仪撞飞扶鸾之后 因惯性仰面摔倒 加之两手被他反绑 而且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毒刀直飞过来 无力也不及躲闪啊 眼见情势危急 乡女几乎是出于本能的 顺手制出了西石剑 那剑刚好在张仪的胸前 撞到了利刃 两刃撞击 独刀受力 打了个弯 拐向了右侧的亭柱 咣当一声掉地 西石剑 剑尖 则不偏不倚的 扎进了亭柱 悠悠闪动 一击未中 扶鸾顺手拔下了头上的金簪 一忧一声发出跪咎 腾身飞起 凌空就扑向了张仪 乡女已经先一步扑到了张仪身上 一边护住张仪 一边伸手从柱上拔出了西石剑 不及翻身 将剑反手望空击出 一切来得太快了 扶鸾既无时间闪躲 也根本就无意躲闪 静直迎着剑尖就扑了下来 西石剑惯凶而过 扶鸾的金簪也同时 刺入了乡女的肩甲 都未莫引领着勤兵冲入 将扑压在乡女身上的扶鸾 翻到地上 拉开乡女 解开张仪 看着刚才还在鲜活舞动的优美躯体 与瞬间倒地抽搐 一腔青春热血在眼皮的底下 鼓鼓流进 张仪欺然闭目 长叹了一声 哎 好一个猎女子也 经过扶鸾姑扫 这段惊心动魄的插曲 张仪也就无需点到了 面对蒸蒸闪亮的秦族枪戟 通过既无法辩解 也无可辩解 只有扑通一声跪地 叩头请罪 索性引下迷药的胖内仔 适时行转 见主子陷于危地 心意横 将这一切悉数揽下 张仪念其忠意 令秦族递给他一条长稿 待他了断 就与扶鸾竹叶一道后葬了